詞曲 李宗盛 Ronaldo 平安 我記得印象很深的是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科德依斯蘭 他是跟我講 你受傷之後如果兩個月以內 都沒有恢復感覺的話 那基本上永遠都是這樣子 他講這句話我印象很深 當下我是 還算是樂觀的心態去面對他說的這句話 發生事情的一開始的前半年 我都還算是樂觀 但是半年過後 我就覺得 不能繼續樂觀 因為樂觀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欺騙自己 半年之後要面對現實 其實好的機率很低 甚至是永遠不會好 自己要去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那個時候 半年之後我就變得蠻消沉的 然後 用消沉的態度也 大概度過一年半左右吧 這一年半左右都是關在家裡 不想面對外界 整天吃飽睡睡飽吃 就這樣過日子 算是有點自暴自棄的感覺了吧 那個時候基本上都只是著重於上半身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做得不是很開心 因為滿腦子都只是想著 我上半身好好的 為什麼要一直訓練我的上半身 我想讓我的下半身好 所以你們可以排一些著重於下半身的腹檢沒關係 但是腹檢師也說了 你現在下半身這樣子 一點力氣都沒有 給你排下半身的腹檢訓練 基本上也不會有效果 所以不如把你上半身訓練的結實一點 你這樣才能移位啊還是什麼 這樣才有力氣去支撐你的下半身 所以那個時候就做復健就沒有很大的動力 其實這兩年跑過不少醫院 自己心裡比較 還是覺得慈濟的老師跟護理人員 比較願意跟我們這些傷者病患交流 慈濟的老師就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還會希望你可以多做 還會多給你鼓勵 有時候你有什麼心事 也可以跟老師喇勒幾句 他們也會願意跟你聊 就不管是心裡還是生理層面 我覺得慈濟的復健老師跟醫護人員 真的都滿不錯的 也有可能是那個幹細胞之類的 馬上就把那一部分的稍微癒合一點 所以現在才算是可以活動自如 身體不管怎麼轉還是怎麼停 都沒有以前那麼痛 做復健的時候也是一樣 不管什麼動作 基本上也都沒有以前那個痛的感覺 然後腰的部分 目前來說算是比較好發力 就是以前 以前就比方說以前我頂多這樣 我想動用腰去帶腿的時候 就頂多這樣一點點一點點 甚至不會動 現在我會很自然很順的就這樣 所以雖然不是他自己動 但是起碼我可以很順的 不用刻意去發力 就是很順的 就有點像正常的時候 自然的發力了 然後 馬的部分 腿部馬的部分比以前更頻繁了 以前幾乎腿都沒什麼麻 都是神經痛比較多 現在就常常腳底麻 大腿麻 小腿後面的那個肉也會麻 對啊 就是你想動哪裡 那個地方就會麻 比方說我現在想要我的 右腳大拇指翹起來 我一直想一直 一直想 然後我的右腳大拇指那個 那個部位那個方向就會特別麻 但是我不出力的話 那個地方又不麻了 就覺得 腳好像變回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而不是拖著一個重物這樣子 我沒有想過 我可以復健到這個程度 怎樣的程度 就是拿住行器 綁Gator 然後走得還算很順的這種程度 手術前老師是教用身體 或是腰部的地方去甩腿 去甩動它把腿甩出去 但是現在手術之後 應該是上禮拜吧 就突然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大腿 大腿前面有一條肌肉的 那條肌肉的位置 就突然馬馬的 然後我就想說 用以前走路的那種感覺 去帶 而不是甩 然後我現在就是 肚臍以上不用處理 直接用大腿根部 或者是骨盆的那個位置 去嘗試跨出去的感覺 然後每次我用這個方式 用柱形器 Gator這樣走路的時候 每跨出去一次 大腿就會馬一次 兩隻腿都是一樣的 而且這樣身體也不會這麼累 現在回想起來 我是真的 能接收到這個療程的資訊 我是覺得我很幸運 而 基金會他們願意幫助我 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去 有本錢可以抓住這個機會 接觸這個手術之後 心理的變化 應該說 看到自己 生理上的變化 好像有逐漸變好的趨向 所以 看到之後 你的心理 才會跟著改變 就會覺得 好像一切都慢慢 往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心理 就會慢慢的好起來 也覺得自己是 狗死運吧 因為 全台灣 跟脊髓損傷的人那麼多 我相信也有其他的師兄跟志工 也去跟其他的脊髓損傷患者 分享這個機會 但是 我就很順利的 抓住了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自己真的是 非常幸運 也是非常感謝 實際的那些志工跟師兄師傑 提供這個資訊給我 我真的只能說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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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